每逢夏天一到外幕山海域 总是充满男女老幼玩水细水的人潮 再加上自行车道的拓宽 让外幕山已经成为基隆著名的观光景点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更成功争取台电协和发电厂 耗资400万元左右 重新彩绘已经脏屋斑驳的外幕山油槽围墙 焕南一新为地方这个观光景点加分不少 当地文化理理长李立真 以及协和理理长张忠信两位理长 和当地信仰中心协安公主委同在天 对于新的围墙彩绘都感到满意和肯定 也感谢张炳君议员的努力 将会一起合作维护这里的环境 更希望持续带动外幕山的观光活动 促进地方发展 这个彩绘 旅客都很喜欢到这边来 而且最主要是我们文化里的路口那边的围墙 也是需要说北关处来帮忙我们来把它整修 因为那路口是我们观光的主要的路口粮带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的这一个人形的透焊工程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受到所有来访的民众的一个肯定 那今天的主题在于我身后的这一整面的一个彩绘 那它更增加了一些更加让人赏心悦目的景点 我们希望呢这个地方能够继续吸引更多的民众来这边休闲 再次感谢 谢谢 其实想要让我们万木山的风景区变得更好变更漂亮 一直是我跟张中兴旅长李立正旅长共同的目标 那其实我们也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来去争取了我们围墙的彩绘 包含我们海星平台的修缮 还有我们的万木山厕所的提早的开放 我们都是希望提供给不管是游客或游客更好的游水的环境 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持续争取 我们也希望游巢拆掉之后 它可以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包含像我们的万木山有海上王爷记 它也是相当受到民众的喜欢 所以我们未来希望把这整个万木山的风景区整体规划 然后让它成为基隆最棒玩水游戏的好地方 不管是龙虾还是大船 围墙上面每一幅彩绘高度都超过两公尺以上 张炳君议员进一步表示 目前已经争取北关处维修这里老旧腐蚀的平台 维护民众的安全 让大家安全玩水 也享受万木山无敌的山海风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